在未来太阳对地球疯狂灼烧 无数人在烈火中失去生命 而更加严重的是出现一种病毒 对此人类毫无办法 直到一批新生儿的出现 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病毒感染 打算通过他们来研究治疗方法 建造了一个超级大的迷宫 测试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下 大脑是如何运作 而托马斯就是其中之一 他刚刚被送到了这里 村长将他在牢笼中拉出 告诉他送到这里的人全被抹除了记忆 长时间的生活 让每个人都习惯了这里 看向四周围满的高墙 只留了一条缝隙 村长特别提醒一定要远离那里 可托马斯看着通道一心只想离开 这下托马斯更加好奇 为什么不让他离开 村长还在好言相劝 这时身后发出声响 两侧的巨石缓缓移动 随着齿轮刺耳的摩擦声 通道就这样关闭了 看着眼前的一幕 托马斯更加蒙圈了 原来这里就是一栋的迷宫 没有人知道怎么建造的 白天会打开 到了晚上就会关闭 里面会出现一些神秘的野兽 大家称作他们叫夜魔 所以进去的人没有能力活着走出来 可天刚亮就看到有人在缝隙跑出来 原来那些人是村里跑得最快的人 大家都叫他们行者 他们允许进出迷宫寻找出路 可同样也给他们带来威胁 因为在里面一旦被夜魔咬到 感染病毒的人会失去理智攻击同伴 为了村子的其他人 只能将感染者推进迷宫 这天大家像往常一样在门口等来 眼看两侧石壁开始靠路 而里面有人受伤无法行动 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通道越来越准 没有人敢上前帮忙 这时托马斯冲了进去 回头看向石门已经关闭 只能祈祷在迷宫中能熬过一夜 这是一个神奇的迷宫 白天打开通道 到了晚上就会关闭 而且里面会传出怪兽的嚎叫 每天都会有人进去探险 而这一次为了救助富商的村长 没有及时地跑出来 危急时刻托马斯选择钻了进去 回头看向关闭的石墙 知道迷宫已经开始移动了 二人赶紧扶着村长向内部走去 为了躲避未知的危险 把不能行动的村长掉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夜魔在他头顶出现了 是一种八只刚找的蜘蛛 吓得托马斯一路逃跑 结果跑到前面却没有路了 回头看了一眼越来越近的怪物 鼓起勇气一个跳跃抓住了墙上的藤蔓 紧接着怪物也一跃而起 步向了托马斯 打斗中与怪物一同掉落了下去 发呆地看着缠满藤蔓的夜魔 这时队友发现了他带他赶紧逃跑 眼看巨石又在移动 托马斯不顾队友的呼喊 找准时机这才跑向通道 通道越来越窄成功地利用强体夹死的夜魔 先一辆通道再次打开 人们等待许久的通道毫无动静 当大家失望地离开时 托马斯和队友拖着村长出现 这一下托马斯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不仅活着离开迷宫 而且还杀了一个夜魔 但只有盖里反对他 怪他打乱了原有的平衡 正在大家争辩时 铁龙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次带过来一个女人 手里紧握着一张字条 写着今后不会有人再来了 也就意味着不再给他们运送物资 这样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为了活下去只能寻找出路 托马斯约好队友再次回到迷宫中 找到了夜魔的尸体 在气缸掌上发现了一个红外装置 上面写了个数字漆 回到村子 行者把托马斯带回了自己的住处 掀开桌布一个完整的迷宫地图出现在眼前 这是平时探索迷宫记录下 每个结构都有固定的编号 并掌握了每个区域的移动规律 比如今天打开的是六区 明天就会打开四区 第八区 第三区以此为推 就在这时刚送来的女孩醒了 她在高处不让任何人靠近 只想见托马斯 虽然她的记忆也被清除 但她只记得托马斯的名字 然后掏出口袋中的两个真迹 交给了托马斯 怀疑这就是病毒的解药 看着眼前的村长越发严重 决定用在她身上试一试 一个村庄被会移动的迷宫包围 而送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失去了记忆 但这次不光送来了女人 还有两管药剂 看着越来越严重的村长 拿着药剂就给她扎上了 过了不久村长出乎意料的好了 就连记忆都恢复了 可是没等大家问起 外面就发出了恐怖的声音 因为这次通道反常的在夜间打开 从里面涌出大量的夜魔 追着人类无情的杀戮 眼看越来越多的人被杀 众人躲进了营地 可还是把刚恢复记忆的村长抓走了 不久后夜魔退去 盖里上来就给托马斯一拳 指责他来到这里 就发生了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一定是有些人派他到这里搞破坏的 此时的托马斯也对自己产生了质疑 他也要唤起记忆 拿起夜魔的注射器扎向了自己 很快病毒发挥了作用 想起自己与女孩 都是地球灾难实验部的成员 这里的人都是他们送过来的 但在实验中与博士产生了分歧 决定来到这里拯救大家 清醒过来的托马斯 召集了想要离开的人 也有一小部分与保守派的盖里留在了这里 众人手拿着武器冲进迷宫 来到了夜魔的老巢 义无反顾地拿着长枪冲向了夜魔 同心协力将他顶落了悬崖 结果回头看去 更多的夜魔冲了出来 只好用血肉之躯作为掩护 让小胖二人去电子设备那输入秘密 行者一边阻拦一边说出了迷宫每天的移动顺序 成功地打开了大门 托马斯等人来到了记忆中的实验室 而地上却躺满了尸体 很明显是被人破坏了 凭着记忆按下了红色按钮 看到了博士给他留下的视频 告诉大家未来太阳已经烤焦了世界 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一种病毒 而有一批新生儿却没有被感染 为了能够研制出解药 只要将这批人送到一个环境恶劣的地方进行试验 实时检测每个人在面对危险时 大脑的反应程度 来验证他们是如何避免了病毒清洗 但有一批人不认同这场实验 闯入实验室杀了所有的研究人员 说完这一切博士也把枪对准了自己 面对这样的结果大家迷茫了 这时军方闯进了这里 把大家带离了实验室 在飞机上俯瞰当初的迷宫 其中一些人甚至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而这一切都是一场科学的实验 故事最后博士再次出现 原来制造的一切假象都是实验的一部分 要让托马斯等人相信这都是真的 接下来还有更加严厉的实验